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常听到的一个不解是说 好像我们在保护一个加害者的尊严 我们就减损了受害者的尊严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人權不是一個零和遊戲 並不是你給誰多了 另外一人就會少 相反的 當我們去尊重 加害者的人權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會提升了 整個社會 對於人權的理解跟期待 公理審議計畫的確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發現說 只要有合宜的方法 立場意見不同的人 互相討論 互相聆聽 是有可能的事情 因為這關於公民審議計畫 是關於資訊和資訊 我們已經有學過 是有很多錯誤的原因之一 在於它給予了民眾正確的資訊和訊息 在類似的場合中 我們很驚訝地發現 很多的台灣民眾 他們以為全世界只有20到30個國家 已經廢除死刑 但實際上全球已經有超過140個國家 在法律上或實質上廢除了死刑 那去年一年 2007年全球只有23個國家 曾經執行過死刑 當中也只有兩個國家 是自由民主而非專制的政體 法律擺放運動 其實在我們網站上面 已經有跟死刑相關的文章 甚至有錯過專題 那我們發現到說 只要在我們的 不管是粉絲團 或者是網站上面 只要貼出跟死刑有關的文章 他都會引來非常多很熱烈 或甚至是很尖銳 甚至是非常情緒性的討論 所以這個我們會發現到說 這個廢死這個議題 他是很有挑戰性的 因為這個議題看似很簡單 就是好像就只是選 就只是一個適合議題 要或是不要 那他其實背後 他挑戰了很多 我們台灣社會基有的價值觀 譬如說英國報應 譬如說查人查密 我們既然是認為自己是法律人的 專業媒體團體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 我們來帶領大家來討論 如何用理性來面對死刑背後 我的例子就知道說 其實死刑並沒有嚇阻犯罪發生的效果 死刑否定了人類的尊嚴及道德 而且在現行的任何一種法律制度之下 都無法避免因為主觀或錯誤判斷 而發生的冤案 那死刑的存在 會使這些冤案的生命永遠都無法挽回 他的意見在極端兩邊的人 他可能不會想要來參與 譬如說你極度的支持死刑的人 他不會想要來 但是極度的就是非常的支持費死的人 也不會想要來 因為他覺得就應該要費死 那為什麼還要做那麼多的討論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極端的人是不會來的 但是我們希望的對象是可能中間 或者是中間往兩邊闊一點點的人 他們願意來討論 事實上用公民審議的精神來討論這個議題 他不是一個民意調查 他不是投票 所以的確可能我們不會是最多人來參與 但是他的精神重點就是在於說 要蒐集具體的意見 然後大家可以討論 目前這個計畫已經舉辦了10場活動 那有8場是所謂的一般大眾場 那就是我們走到各個縣市 然後開放一般大眾報名來參加 另外有兩場是所謂的特殊關係人場 那目前是舉辦了公民老師場 以及第一線在管理重大所謂急刑犯的 這些監索管理人員也辦了一場 我們8場分別走到了屏東 嘉義 台南 高雄 台北 新竹 台中跟新北 總共8個縣市 那其實每一場都有在地團體的共同支持跟主辦 那8場下來大約有129位參加 男女比例是滿平均的 但年輕人是偏多 那大概有6成是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那大家會好奇就是來參加這個活動都是支持費死的嗎 其實不是 大約有3成5的民眾 在來參加活動的時候 他們報名表上他們並沒有說他們是支持費死的 甚至他們有些人是明確地表態他們並不支持費死 我們現在社會面臨著大部分民眾對於司法報紙的不信任 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民眾對於司法不信任某種程度上 會來自於這個司法制度本身 是不是有更多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那既然我們希望帶領民眾去討論司法制度的改革 去改革司法制度的缺失 那我們也認為應該要帶領民眾回頭來想想看 我們到底希望司法制度刑罰制度帶給台灣哪些正面力量 每一次的死刑 它其實都是意味著我們的國家 真的是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這國家就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民 所以國家其實就代表我們每一個人 用殺掉兇手的性命來換取正義 那這種既然我們不認同兇手殺人的行為 那為什麼我們又會認同我們的國家能夠代表我們 去把兇手殺掉 用這樣子的方式換取正義 那其實前八場的意見 我必須說非常的多元 也很複雜 所以其實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整的呈現 所以我只能很簡單的報告一下 大概比較多人提到的內容 大概每個場次都會被提到的一些內容是什麼 首先針對長行期的方案 譬如說有期徒刑或是無期徒刑 作為死刑的替代方案的意見 大致上他們都是以矯置受刑人 然後讓受刑人可以回歸社會作為前提去討論 那其中針對無期徒刑的支持者是比較多的 因為有期徒刑其實很多人會覺得可能太輕 嚇阻犯罪的效果不足 那其中也有滿多人是支持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那主要他們其實是希望能夠隔離受刑人 然後也會覺得這樣子的方案可能大眾會比較接受 可以作為死刑的替代方案 但是更多的人反對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這樣子的方案 是因為覺得這個做法可能更殘酷 然後他也會需要耗費更多的成本 那除此之外 除了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終身監禁之外 其實我們的參與者也還是有提出一些其他的方案 那也有參與者認為死刑還是有他不可取代之處 在配套措施的部分 那預證改革最多人提到的是關於假釋審查制度 覺得目前的審查制度是不夠公正公開 那在審查裡面也應該要納入第一線工作者的意見 那也有很多人提到 就是覺得現在監獄的教化功能是不足的 職業訓練功能也不足 應該要改善 包括整體的環境還有資源的分配 在被害人保護的層面會認為現行的犯罪保護組織 所提供的支持功能不足 那除了被害人之外 也應該要特別注意到 受刑人的家屬 他們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被害者 那他們也會需要幫忙 在犯罪預防的部分 更大的社會安全網 校園跟整體的社會的心理輔導制度都需要改善 那也有很多人提到更結構性的司法改革 媒體改革跟公眾教育的重要性 三大人權義務 尊重人權的義務 保障人權的義務 跟充分實現人權的義務 其實都不可能去得出說 當A人民殺害B人民的時候 政府對A人民執行死刑 這個是所謂的符合人權 這個是社會正義 聯合國的人權的與會的論述 不可能得出這樣子的一個結論 政府自己去否定了一個人的人性 然後說服大家說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他殺掉好了 這個就是社會正義 甚至他在新聞稿當中 還說執行死刑是有助於達成社會正義 維護社會治安 甚至他還講說這是維護受害人的權益 那我對於政府這樣子講 他不但不自己來開啟對話 反而用這樣子的話來誤導社會 我覺得非常的失望 那剛剛也講過說台灣有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認知 就是說殺人者就是償命 很多人就把這樣子的一個信念當成是沒有辦法有任何轉圜餘地的一個道德的指令 那我們對於一個犯下殺人罪行的人 當然他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們要用什麼樣子的懲罰才叫做合適合理的懲罰 怎麼樣在給他懲罰的時候 給加害人適當的尊重 維護他的尊嚴 同時也在保護受害者跟他的家屬 讓所有的社會的人都同等的得到尊重 10月10號是世界凡死刑日 那今年已經是第16屆了 那廢子聯盟也是世界凡死刑聯盟的成員之一 那同時今年的主題是人人有尊嚴 那英文是Dignity for all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後年的海報 那今年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主題 是因為我們發現在全世界 就是各地方不管是在美洲 不管是在亞洲 然後不管是在非洲 事實上很多地方的監禁的狀況都不好 那尤其是死刑犯 他們所受到的待遇事實上是 違反了這個人權的一個標準 那同時也認為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僅僅只是死刑犯 而是他的不管是家人 然後或者是一些 譬如說他的律師 以及甚至是救援團體 很多人都會因為這樣的狀況而受到影響 最後我想提到的就是歐盟和我們所有 惠文國還有許多國家都非常肯定 台灣的在自由 還有民主跟人權方面的成就 那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年8月31號 執行的這個死刑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失望 還有震驚 我真心的期盼有一天 在台灣已經廢除死刑之後 在歷史特本中會記錄著 2018年8月31號 這場死刑是台灣最後一次的執行死刑 待會兒